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在戏指 瑞芳 万里 金山 平溪 双溪 共聊的乡亲 就在12月16日整天投票 然后你可以站出来 不管是挺还是反 都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这也就是他们当初把罢免的门槛降低真正的用意 那台湾到底有什么是一致的 不是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吗 一个很重要的诗人 九十高龄过世的余光中 但是他过世的当天 竟然太阳花的王毅凯 在脸书上面写 写戏后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台湾人的风景呢 而黄国昌也好 王毅凯也好 这都是太阳花的时候 占领国会 其实占领国会就是政变 那政变之后 他们声音越来越大声 越来越大声 可是对于真正台湾人的问题 有解决吗 没有 还制造更大的问题 台湾现在用肺来发电 用肺做吸尘器 不但这样子 而且油电可能更高涨 这样子的生活 到底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台湾人面对日本人 双膝就跪下来 这是真的吗 在日剧时代五十年 有多少抗日英雄 都淹没在历史里面 今天我们要介绍林少猫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中国时报市长王峰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事前大家晚安 资深媒体人张有化 大家好 国会处理郑兆新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非常厉害的王毅凯 竟然在脸书上面写 死好 然后之后有人劝他 不要这样子 他还写说 有人劝我不要这样写 但我还是坚持 我不要改 因为他说 余光宗是白色恐怖帮凶 然后有些人等不及 转型正义就走了 也有些人等不及 该被转型的正义 也先走了而已 这样子的王毅凯 我们应该到底要怎么看 施诚 我记得罗志强在前两集 我们都讲南京大托杀 他讲过一句话 就算你不当自己是中国人 你总有人性 只要有人性的人 对于王者都会表示尊重 王毅凯你上次选举没有选上 竟然用这种方式 余光中是个亚洲著名的诗人 他的乡愁大家都知道 还编入教科书 什么叫做白色恐怖 他请问一下 余光中跟白色恐怖有什么关系 就是为当初的文学论战 不管是因为文学论战 而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余光中只是被迫参战的 一个文学家而已 请问他跟白色 这种所谓的白色恐怖 有什么关系 我举个例子 当年王作荣跟蒋硕杰 因为利率的关系 也发生过论战 经济学的论战 因为利率 就是说有一个 蒋硕杰是希望高利率 然后王作荣是希望低利率 如果其中有一个人 被抓去关了 他说 那另外一个就说 你是帮凶 你是故意让他去坐牢的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王毅凯的论述里面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余光中他是白色恐怖的帮凶 王毅凯可能真的要 拿出证据来 才能够摘这个话 第二个 他说因为这样 所以他就可以讲戏后 台湾的社会应该 对这件事情 对他的发言 应该有一点公平吧 当年余光中 参加了一个 什么样的文学论战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每个社会都有文学论战 不管是哪一国 那你觉得你这样的派的写法 我这样的派的写法 大家来打比赞 这不就言论自由吗 不就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不就是你民进党 口口声声要的吗 当年1977年的时候 唐文彪 余光中等等人 他们互相产生了一个 乡土文学论战 什么意思呢 当时有些人觉得 像余光中这种人 太西化了 走现代主义 然后你应该扎根在 台湾这块土地上 应该写实一点 写一点农夫 写一点工人 写一点什么 各有各的说法 所以就产生了 乡土文学论战 好 余光中 他们说他比较现代化 比较西化 然后乡土文学 另外一派 黄春明 购本土吧 黄春明是本土的 乡土文学的大咖中的大咖 结果呢 黄春明 余光中被骂戏后 黄春明呢 在2011年的时候 去演讲 结果就碰到一个 非常毒的叫做蒋维文的人 黄春明是说 他在演讲说 台语文写作 这个里面值得商榷 结果蒋维文就举了大字报 不但举大字报站起来 还打断他的演讲 还骂黄春明可耻 黄春明非常气 然后就说 你凭什么说我可耻 我以前在做什么事 你还怎么样 你凭什么 非常气 黄春明非常气 情绪很激动 所以你凭什么这样讲 你根本就是会叫的野兽 悲哀 结果蒋维文还去告了黄春明 最后黄春明无罪 蒋维文当时举的牌子叫什么 他写 台湾作家 不用台湾语文 却用中国语文 中国语创作 可耻 可是这个我们的 我们做错了 因为这个牌子 他其实当时举牌 是用简体字写的 当时他是用简体字 而不是繁体字 我们把它更正为繁体字 同时他另外牌子 另外一边写 你看得懂吗 这叫台语白话字 就是罗马平一 拼闽南语 然后蒋维文就说 不是闽南语 是台语 董哥 这两个人 当年论战的两个人 余光中被台独 王一凯够台独吧 被王一凯叫戏后 黄春明 另外一个大咖 被蒋维文说可耻 你不觉得 很奇怪 台湾病了吗 台湾病了是因为 很多小咖的人 知道怎么去挑战大咖的 让自己的知名度高 他们谁 他们是谁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他 大家就知道他是谁 王一凯上一届 选台北市议员 三年前才拿几千票 漏选 他以为他参加太阳花 就会当选 结果没有票 他现在挑战余光中 用一般中后的台湾人 不会讲的那种话 用正常人类 对 正常人类不会讲的话 他用出来讲 那大家就觉得很哪个 就会注意他叫什么名字 那蒋维文情况一样 有谁认识蒋维文 可是他凭什么 他这样子的人 他竟然是成大的副教授 是啊 成大也没有谴责 他还没有惩处他 你知道成大的前名叫什么 叫成功大学 为什么叫成功大学 为什么 因为要计恋正成功 计恋正成功才叫成功大学 蒋维文怎么有那种羞耻心 怎么敢在那里教书 对不对 正常人说缓清货平 当然是大陆人 当然是大中国主义者 大中国主义 所以他还一路攻 从长江一路打 打到南京一路要打 要把清朝政府把他攻下来 要统一中国 他是要回去统一中国的 但是你今天看到 黄春平大名鼎鼎 他是个乡赌作家 而且他写的东西 在台湾几乎没有人没看过 蒋维文 董哥 蒋维文是希望把我们台湾人 以后写作要用这种东西来写 他可以干内政部长 我们内政部长五年以后才想到说 用罗马天音来弄文的字 被黄志贤拆穿 黄志贤五年前就应该建议让蒋维文当内政部长 我的错 是啊 所以你知道台湾社会 它就是个畸形社会 变态社会嘛 很多小咖的人 他说你只要大咖的人 出现了他们就去做一些动作 所以有人就去丢马航九的鞋 丢他的书 然后就哇 爆响大饼 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嘛 王波大哥 我觉得现在台湾 最变态的地方就是在社群网站 那这个社群网站 非常粗暴 使用非常粗暴的语言 可是我认为脸书 往往不会去处分这些粗暴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可能他都不是用实名去登录的 那所以这些人在网络社会 网络世界里面 挑动各式各样的民粹的情绪 然后他就一溜烟就跑掉了 那我觉得像王一凯这种人 我觉得他根本我们根本不屑一顾他 因为我们非常清楚 其实像余光中 其实他早年 比如说在文学论战的过程当中 不管他站在哪一边 我认为他就是纯粹的文学论战嘛 文学思想的不同 彼此之间的一种基于理念 基于文学概念 所以他们之间在 以前没有社群网站 以前是在报纸上打笔仗嘛 打笔仗有罪吗 那是过去的事情吗 那我认为民进党 或者说是一些绿营独派的人士 这些人最喜欢拿历史人物 或者是历史的事件 拿出来鞭尸 或者用铁拳挥过去 挥向历史 那其实他现实的问题不顾 因为民进党当局 对于现实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台湾的现实问题太多了 他们没办法解决 只能去解决历史问题 可是历史问题哪是这些 用民粹的方式去解决的呢 他扭曲历史 然后假装解决历史的问题 因为现实他实在没有办法 什么样的现实呢 现在民党因为反核 反到疯狂了 然后现在所有可以烧的东西 都要拿来烧来发电 所以他现在说要燃气燃煤发电 那有比较安全吗 2017年12月13日 奥地利配器战爆炸 意大利进入能源紧急状态 2017年11月3日 印度北部火力发电厂爆炸 16死100伤以上 2011年3月14日 日本福岛东北电力公司 火力发电厂的重油油罐爆炸 引起火灾 2016年6月28日 美国密西西比州天然气发电厂爆炸 2010年2月7日 美国天然气发电厂爆炸 破坏威力巨大 有如大地震五死十伤 只是危险而已吗 不只是危险 飞核的代价 不只是肺癌 油电霜涨也要开始了 怎么说呢 11月15日 环保署副署长张顺贵说 因为能源转型 未来八年火力发电电量要增加100亿度 但是透过提升房屋设备 发电能源会从燃煤型转型为燃气 空屋可以减少 赖清德说 中火燃气发电要提前两年 在112年完成 然后12月15日拍板 要稳定发电量 燃气发电 可不受空屋法跟环平法的总量限制 但是你这些做只是治标不治本 但是油电双涨开始倒数 因为沙烏地阿拉伯跟俄罗斯达成减产 延到明年底的协议 加上页岩油的业者 也因为油价稳定 有助于获利 明年油价走势看升 所以油价一涨 当然你就开始涨了 台中火力跟高雄星达火力发电厂 被地方市政府减煤 改用比较贵的天然气发电 以减少空屋 比较贵 当然你的电价也就会涨了 12月12日 奥地利天然气管道爆炸起火 从苏纽网 意大利的天然气供应被切断 意大利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我们这个国家很奇怪 你看 基载本来是最便宜的核能跟煤 我们现在用最贵的天然气 这是非常贵的 非常贵 这是目前最贵的 那我跟各位比较 天然气比上核能 它是几倍 4.10倍 所以我们政府 要用我们当初油电双掌的钱 来cover掉 然后在选举前把它结束掉 我最后讲 现在政府带我们怎么走 我跟各位讲 各位有没有看过 这个海底总动员 除了爸爸找到Nemo之外 一些热带雨也跑出来了 热带雨跑出来了 后来到了岸边 终于离开那个水族箱 然后是呈现这种状态 看到没有 他们是在塑胶袋里面 然后最后 玩具总动员的ending的台词 叫做Now What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阻境 你根本带不出 根本我们这个台湾 就解决不了这个困境 就是民主党现在干的事情 扎欣 是啊 这个蛮妙的就是说 现在是想要用燃气 来取代燃煤 可是我们现在状况是什么 第一个燃煤 它到底安不安全 刚刚我们举到的一大列例子 但是大家记不记得 在311大地震的时候 有个地方 叫气仙早逝 那边就是因为有这个燃气发电 结果整个大爆炸 几乎是整个灭村 灭村 这个整个灭村 比那个死一两个人都要严重 我们还不是 没办法想像台湾如果有个村 因为大爆炸被灭 是什么样的状况 作为基载电力 就是基础的电力的话 我们是最没有资格 用天然气 做基载电力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礼拜 到两个礼拜的 那个天然气的储存 我们天然气是靠什么来的 天然气是靠什么来的 又坐船来 所以你只要是台风 或者是因为敏感因素 被封锁的话 不到两个礼拜 我们台湾就全部的电力都没有 那不是挂了吗 那就挂了 这就像什么你知道吗 你建了一大堆的燃气机组 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储存 就像你花很多钱买电锅 但是你家 连放一点点米的米杯都没有 没有米你买电锅有什么用 所以赵新年去买Benz 但是没有汽油 对 没有汽油超酷的 我要用推的你知道 每天摸的那个Benz的那个logo 好棒好棒好棒 但是我看别人开 我要自己在那边骑U-bike 简直是荒谬绝轮你知道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根本没有办法用燃气取代燃煤 就是继续烧燃煤 结果就是大家活在空污的恐惧之下 那就很简单了 你的这个所谓的非核家园 根本就无法实现 你只能用所谓的燃煤烧炭 这种就是用废发电 你根本无法改变 但是又不敢承认 所以张春贵才开始在那边说一些 有的没的用一百年的旧资料 那时候根本没有空污问题 告诉我是境外移入 结果网上就很好笑 说境外移入都在北部 那为什么那时候资料 北部没有空污问题都在中南部呢 就是台湾自己的自制的污染源 造成的结果 被网友打脸 所以这是丢人现眼 你不讲还好 讲完之后就觉得说 你这个没有说服力要硬 这是丢人现眼 大陆磁浮列车技术打造 纯中国品牌 为什么大陆每次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把技术巩固住 然后做自己的品牌 欧美日韩俄都说战 为什么呢 上海磁浮快线营运 到现在十几年 这些年来多数时间里面 似乎被发烧的高铁打败 成绩很久了 但是大陆国家磁浮交通 工程技术的人吴祥明 他说沉急慢慢 我沉在水里面 是为了要打造成中国品牌 国家四个五年规划 支持大陆磁浮技术 最终目标是国产化 大陆的高铁已经国产 他们磁浮也要国产 上海的磁浮快线是 全长将近30公里 时速430公里 长沙 我前一阵子去长沙 长沙也有个磁浮快线 全长18.55公里 时速120 比这个慢 打破中低速磁浮列车的世界纪录 等于说磁浮有高速 也有中低速 大陆是全世界为四 也就只有四个国家 掌握中低速磁浮列车的技术的国家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 它还有一个真空管磁浮列车 这个真空管里面是真空的 这个磁浮列车 今年在西南交通大学 完成载人环形轨道测试 未来理想上它的时速可以2900公里 比飞机还快 我们讲磁浮列车 中国大陆上海 它曾经引进德国的磁浮列车 这一套磁浮列车 是在红桥方面 可以通往市区的 但是各位不要忽略了 那个时候通车典礼 由朱隆基跟德国总理叫斯洛德 他们两个共同主持 事后德国的工程师 他告诉中国大陆 你要学到这个技术至少20年 至少20年 但是中国大陆 为什么磁浮列车能够突破 它有三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关键因素 各位要知道 任何磁浮列车 只要你维修能力不好的话 你只要一根螺丝钉 或者一根铁条没有焊好的话 整个车都会翻覆的 德国已经发生很多次了 我就不讲了 它第一个 它有维修能力已经改善 那第二个就非常重要的 它所有的防撞测试 好 我们去看磁浮列车 它假如发生事故的话 是堆积木上来的 都是一层一层上来的 好 跟那个一般倾斜的 好 不一样 但是中国大陆的防撞设施 能够像一般的 寻服一样的 然后第三个 就是说中国大陆 它为什么 它要自创自己的品牌 因为磁浮列车 是下一个 下一个世代 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因为人类 无论怎么做 能够到达因素的一些极限 我们看飞机可以到达两马赫 三马赫 现在到达六马赫 但是磁浮列车 只要能够突破因素的限制 它能够快速的向前 这个技术是非常困难 所以中国大陆 它能够由低 由中 由高 它制成一个系统 这难怪连包含日本 都说中国大陆 最近20年来 实在是发展得太快 这也打破了德国的魔咒 德国说你20年内 绝对搞不好 结果大概那我算算 大概只有14年的时间 它就通通 这一些我刚刚讲 三个重要的关键 它通通都有能力解决 这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 它为什么要打 自己的中国品牌的磁浮列车 除了磁浮这个事情 又想到前瞻 我们前瞻还在弄 鬼道 轻轨 我的天啊 好 大陆还有在做什么 很重要未来一个产业 AI Google Google它誓死也要走进大陆 为什么 全世界都在抢大陆的市场 在抢大陆的人才 在抢大陆的技术 我们蔡政府 她也很忙 她在搞文革 12月13日 Google 2017年开发者大会 在上海召开 Google云首席科学家 李飞飞 李飞飞 他宣布 Google AI中国中心 已经在北京成立 跟Google云研发负责人 李家共同领军 显然两位都是中国人 Google AI中国中心 也会统筹Google Cloud AI Google Brand 跟Google本土团队的工作 Google跟中国顶尖的 AI人才合作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将会成为Google AI 中国中心长期发展的一大步 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Google曾经过去 进入过大陆的市场 后来发现玩不下去 玩不过人家 后来要退出来 可是现在 它不得不再进去 因为中国大陆成为世界 最重要的市场 人才技术的中心 你不去 你就甭玩了 所以它再怎么苦 再怎么难 也要进去 它2005年的时候进去 然后做了半天 最后在2010年退出 2017年3月 今年3月 Google翻译 悄悄的登录 然后开始 开始 想办法回到大陆市场 今年12月 正式回到 中国大陆的市场 所以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大陆这个人工智慧 是从中国大陆的 135计划 就开始把它列入一个 正式的第五大的产业 而且投注了非常多的资源 跟政策的补贴 还有政策的鼓励 那么Google从这个 回到这个大陆市场 其实是在好几年前 就开始在计划 但是之所以最后成功 还有吸引它的一个目标 是什么 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发展 已经不只是经济力的成长 是人口素质的其一 还有人口素质 研究能力的增长 它在人口素质 以及我们过去讲的教育程度 还有学校的排名 还有它的这些机构的声望上面 已经完全的不输给欧美国家了 所以这些人不只是来这边获取资源 他甚至是要来中国大陆来学习 所以就像刚刚这个 这个有话哥讲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 磁浮列车在20年前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记得那个画面 就是施洛德跟朱荣基一起 坐在德国磁浮列车里面的画面的时候 真的没有想到说 可能我们会期待说 中国大陆未来会有很多的磁浮列车 没有想到是自己做 反观我们台湾是什么 台湾是每一件计划都喊得正天驾响 每个领导都 劈劈的力量要喊 可是喊出来的东西最后都变形 国建国造最后变成狗屁倒灶 两造双星变成两造伤星 绿能产业变成无能产业 你都不知道台湾最后要什么 这是为什么 就是台湾政府尤其蔡政府 还有民进党政府 就是很习惯去朝短线 不愿意扎扎实实的做事 结果几十年来 就耗掉了我们台湾人民的青春 未来还甚至是健康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思维 我们基本上要去转换 你要去拥抱真正巨大的市场 台湾才能够从所谓的代工思维 转型成为一个领导的品牌 刘华哥 Google回到中国市场 而且专攻AI 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 我们这个事情可以从五点 第一个 引擎 任何一个像AI系统 它重要的是它的引擎 它的引擎一定要多元化 好 像你好比说我们过去 对于那个引擎打开来 还是什么电话搏接那些 现在不用 因为中国大陆的 它全天候的卫星的运转 已经帮你解决问题 第二个就是它的 整个搜索的系统 它的搜索系统 它就必须要非常的快速 它非常快速就要建立一个什么 一个叫做 我们叫做所谓的基础设施 你要好 就是这个里面 有谁跑到林少芳家里面 祝贺林少芳母亲生日 这个礼簿拿到了以后 日本人根据这个礼簿 又把当地很多的 自身阶层三百多人 通通抓起来枪几秒 台湾通通都忘了 还有两个重要的才是Google要的 第一个云端技术 各位认为 中国大陆那么落后吗 它的云端都比台湾快 它的运转速度都比台湾快 所以Google它要的是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快速的连结 我们通通都忽略了 我们基本上今天的资讯 它要靠它的云端 它的连结 它的系统的整合 然后还有一个引擎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是要在贵州 设立一个它的大本营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它适合保存资料等等 数据库的建立等等 但是台湾有没有这个条件 那我们过去看 都要储存在北极的兵下 现在贵州的沿洞里面 它就可以让你保存 那这一点除了地理形势以外 它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的 整个的系统都已经建构完成 那我们台湾讲了那么多年 蔡英文一定讲人工化 电脑化 智慧化 结果是脑残化了 全部都是脑残 因为各位要知道 任何一个系统的建立 你的数据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请问台湾有基本的数据库吗 没有吗 通通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上 所以为了未来的云端的发展 为了未来的连结 Google非要进入中国大陆的市场 它再不进入的话 就会被别人取代了 生命都会找到生命的出口 一定会 你怎么打压 他会往他的方向 努力去挣扎的求生存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 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是中华民族 我们是台湾人 可是我们这一二十年来 我们就困在一个心魔 这个心魔是人家有意义要给你的 就告诉你说你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那这个这样一个东西 从日据时代一直种到现在 又突然又发作了 然后因为这样 所以看对岸十三亿人口 就当作仇人 那就是邻国 就是敌国 跟我不相干 这样你比较爽吗 这样你有比较快乐吗 这样你有比较像正常人吗 没有啊 我们回过头来看 解开心魔 为什么民进党它老是要 昧日把日本 讲成跟天一样 那我们回归到历史 日据时代五十年 多少台湾人的抗日 今天我们继续讲一个非常重要的 抗日三猛 我们上次讲 简大师 是如此的英雄好汉 今天另外一个英雄好汉 叫做林少猫 好 上次是师 这次会猫 也会讲到虎 磕铁虎 抗日三猛 就是简大师 磕铁虎 林少猫 林少猫 它本名叫做苗生 自义成小名叫少猫 马关条约割台以后 台湾官名义不成窝 窝寇的窝 为什么叫做义不成窝 我因为义 公义跟正义 我不对窝寇称臣 扶手称臣 所以这句话叫义不成窝 建立台湾民主国 那个时候台独了 可是那时候台独 是为了要做中国人 因为国家太穷 太可怜 被日本打败了 所以不得不割给日本 可是我不要做日本人 誓死抵抗日本武装割战 由刘永福镇守台南 林少猫这时候出来了 好好的日子不过 他登高一呼 结合地方子弟数百人 投入黑旗军的麾下 黑旗军就是刘永福 转战在中南部 彰化云林嘉宜那一带 好第二年1896年 义军首领郑吉生 率领几百个人 大举袭吉阿侯宪兵屯所 日本人的地方 那时候义军就以林少猫的家 做启示活动基地 不但义军的粮食 都是林少猫攻击 他们家杀猪的 什么东西都有得吃 义军宪兵屯所的计划 也是林少猫他所提供的 因为他人非常的聪明 非常的激醒 足智多谋 然后第二年1897年 林少猫率三百多个人 义军潮州宪兵屯所 日本殖民当局 怎么样呢 惊恐万壮 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他太难缠了 好 这是警察严格支持 日本人的官方记载 他写 林少猫 丝毫不害良民 盖以屠戮日本文武官员为之 真是好男人 好的台湾人 林少猫他截略日本人 或亲日者的财务以后 常常还正序附近 租庄巧授私恩 这是日本人写的 以致人民都暗自 以少猫为得者甚多 大家都喜欢林少猫 帮我们杀日本人 还给我们钱 日本总统府说 林少猫是南台湾最嫖悍 最令官线棘手的人物 来 我们现在连线 台湾岛史记的作者 蔡正元 正元兄 志贤你好 大家好 你对林少猫很熟悉 帮助我们了解一下 林少猫这个英雄吧 其实他的历史被湮灭很久了 没有错 林少猫的确在台湾岛的历史上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日本军队在1895年 所谓的增台战争的时候 有三个有名的人物 第一个叫剪大师 第二个叫柯铁虎 第三个就是林少猫 就是有名的狮虎猫 那林少猫呢 他是高雄人 所以当时呢 他是一个生育人 可是他看到了 日军在云林进行大屠杀 他基于义愤 就善尽家财 组织抗日民兵 给日本人带来很大的杀伤力 那日本人呢 为了要招降他呢 就跟他谈讨条件 就说那好 我画一块地区 让你去做开墾 那你就不要再跟我作对了 那这个时候呢 林少猫被画的地点 开墾地点 大概就是在目前高雄的小港 到屏东高屏西两岸那一带 可是日本人经过了一段时间 以后食言 他觉得林少猫 如梗在喉 没有收拾掉不行 虽然已经平息了 已经不再有征法了 他们的假借说 小港地区发生瘟疫 所以派兵要隔离 就日本军队一来就把他包围了以后呢 把林少猫的庄园里面的男女老少 全部杀光 林少猫也在这个时候战死 战死还不 还这个 日本还不放过他 就有了 有了一些台湾的亲自的分子 提供了一个赫礼的名册给日本人 什么叫赫礼的名册呢 就是这个里面 有谁跑到林少猫家里面 去祝贺林少猫母亲生日 这个礼簿拿到了以后呢 日本人根据这个礼簿呢 就把当地很多的士绅阶层 三百多人通通抓起来枪毙掉 这些都是无辜的 然后提供这个礼金的人 后来据传是当地的一个亲日分子 他姓苏 他姓苏 那民进党有一个很重要的 屏东的苏姓的人物 就是要叫这位提供名册的人 叫祖父跟祖父 所以有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背景 在里面说 台湾在那个年代里面 为了愿意争取台湾人的精神跟气魄 看到自己同胞在余宁被杀 因为余宁大屠杀 是三天之内 日本人杀了六千个台湾人 那他基于义愤 起来反抗日本人 想要讨个公道 他也没有说要独立建国 他也没有说要什么反抗日 他只要讨个公道而已 所以日本就跟他谈好条件 条件又不算 日本还把他整个媚赎掉了 就是林少猫值得在台湾的历史上 成为台湾人的永远崇拜的对象 可是很可惜的 历年来高雄地区台南地区 从来没有人为林少猫遞过纪念碑 写过这段史实的表彰 他以鲜血 以肉体来奉献给台湾这块土地的 伟大的事迹 郑元兄 传言历史上其实 林少猫是被台湾人台间所出卖的 所以日本人才能够杀死他 根据你的考证 所以确实就是有台间向日本人密告 才造成林少猫壮烈殉难 没有错的确有这回事情 密告的人也姓苏 提供礼部的人也姓苏 那这两个姓苏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这个姓苏人如果你有兴趣到谷歌上知道 这个姓苏是谁的爸爸谁的主户 整个民进党里面占有很重要位置的人 谢谢 谢谢郑元兄 谢谢您帮我们的考证 谢谢 我们台湾人历史上的英雄 我们的先辈 用他一生 用鲜血 用肉体 对抗异族的侵略屠杀 然后被自己的人出卖 出卖 死了 还在被出卖一次 跟我交好的朋友 三百多个人 又被枪毙 然后我死了之后 我又被我的国族人出卖第三次 我的历史从此不写我 我这条命 我一生忠烈 我死了以后不写 历史上写的都一大堆汉奸台奸 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家 对我们的英雄 董哥怎么回事 尼沙猫的故事就反映台湾现在的情况 尼沙猫为了保护 当时的这个老 因为老老小小嘛 他出来用肉身抵抗日本的子弹 这就是林少猫 现在我们完全不纪念这位 最爱台湾的历史人物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民党在搞 林少猫当然是抗日英雄 被自己台湾人出卖 出卖那种人叫做汉奸 叫做台奸 那现在台奸跟汉奸的人执政 这二十几年来都他们在掌控台湾的历史 掌权 掌权 写历史 写历史 所以所有林少猫这些英雄事迹 柯铁武 还有简大师通通不见了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民进党 为什么一直奉日本人 为他的爸爸妈妈 就什么回事 其实 汉奸当家这二十几年来 是非常普遍的 大家知道我在做广播 我已经做广播做十年 师承也在做 我们做广播 四十年前 三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广播 最红的一个英雄是谁 廖天丁 对 为什么大家崇拜廖天丁 因为他抗日 他跟日本人作对 我们甚至要续构 廖天丁 带在红尾的 大家听得如醉如痴 是不是 我从小就听廖天丁的故事 廖天丁为什么那么传奇 还在巴黎 台北的巴黎帮他盖个庙 因为他对抗日本人 对抗日本人就是台湾人的英雄 可是现在呢 现在去捧日本人 在台湾当家 过去当汉奸 当台奸了 现在是民进党的要角 你可以看到 我们历史已经被改成怎么样了 台湾现在他们所讲的历史 所写的历史 是用日本人为阿公阿嬷的历史 完全没有一个国足概念 完全没有台湾的主体性 所以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可以讲 现在是汉奸台奸在执政 是台湾人 不可以不知道云林大屠杀 是1896年就是 加武战争后第二年 6月10日 潜疫科铁等人 获悉日本驻守抖六街 就率领600多位义军 这个科铁就是科铁虎 就是三猛 抗日三猛之一 袭击抖六街 那他们太勇猛了 日本人就打不过 你说什么日军多威 那些都是假 日军死伤惨重 但是他很愤怒 他愤怒之下 斗六街跟附近地区 在那附近地区 展开爆富性的屠杀跟焚烧 对平民老百姓全部屠杀 牺牺牲的人数呢 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 他写有六千人遇害 可是当时 这是现在写 但是当时的云林之听主记 也就当时的日本人 金春屏障 他的日志 云烟障雨日志 他写 日本人杀了多少人 日本人自己写 杀了一万多台湾人 都是平民 然后很多是老弱妇孺 就跟南京大屠杀 一模一样 杀完 奸杀掳掠之后 最后就放一把火 全部都烧了 背景的那个时候就是 当然是因为 云林古坑人柯铁武 他为首的铁国山异军 非常厉害 日本人打不过 当然打不过 最后就是报复 我打不过你 没办法 我最后就是把所有的人 全部都报复 用来威吓镇压 其他人 敢对抗我日本人吗 云林之厅长 松村雄之 他说 云林辖下无良民 就云林这个地方 没有一个人是良民 6月20日到23日 集结重兵 把村庄都称作 匪教 全部加以焚毁 四处无人性的 报复屠杀 妇女幼儿也在残杀之列 民房烧掉多少户啊 一户 两户 三户 不是 4925户 国际震动 全世界的媒体都受不了 台湾 德城西报 宰拉西报 然后 他说 日本人正采取 歼灭所有台湾人的策略 所有祖先坟墓被挖掘 妇女遭凌辱 愤怒到极点 英国台湾士报说 日本士兵暴力武漫之程度 令人着舌 苏格兰人报说 日本之政略 似乎在于把 所有全岛居民 都赶出去 师承 你知道 我曾经问过一个原住民的同学 他说当初原住民骁勇善战 躲在树上 日军一过 他们用所谓的 以前叫翻刀 就是这个原住民用的刀 把他砍下去之后 日军还跑了好几步 发现头不见了 才倒在地上 可是日军夺剑 用毒气 用毒气杀害原住民 林少猫 当初他参加 刚刚这个字眼讲 他参加黑旗军 他是叫 扶持中军左营管带 他是好人 如果按照很多逻辑 日本人来 我跑他 这日子可以过得很好 我干嘛参加抗日 我神经病 黑旗军失败以后 刘永福回到大陆去 林少猫继续抵抗日本人 后来他也到了大陆去 后来带了大陆一些资源到台湾来 你知道日本为什么招降他 因为打不到他 打不过他 所以在1899年的5月12号 就说你来 那时候林少猫提出非常严苛条件 叫自治地区 刚刚我们蔡伟已经讲过了 结果日本人同意 不但同意还把 本来抓林少猫的人全部放回来 结果到了1902年 他把其他的艺民消灭之后 4月30号 他就去准备要把他杀害掉 林少猫为了保护当时的这个老 因为老老小小 他出来用肉身抵抗日本的子弹 这就是林少猫 现在我们完全不纪念这位 最爱台湾的历史人物 这就是我们现在民进党在搞的 1898年台湾第四任总督 尔玉元太郎上任 对各路异军发动大讨伐 滥杀无辜 造成轰动国际的阿公殿事件 国内外轰动全世界 1898年12月27日 林少猫联合闽南客家的原住民 全部发动最大规模的抗日行动 称之为潮州事件 林少猫又打赢了 所以日本人更愤怒 就实施更残忍的大讨伐 结果经过1898年到1899年 两次大讨伐 高平地区被日军屠杀了 两千多人 伤者不计其数 民防又被 日本殖民政府的暴行 国际一片指责 最后日本总督府 日本台湾总督府迫于压力 不能杀 不能明显杀了 而且他说 我下令不准杀了 但是如果迫于实质 必须杀 你就悄悄地杀 悄悄地杀 他用右翔割地讲和为条件 劝右抗日制式归顺 但林少猫不为所动 最后用重金学赏 但学赏不到人 因为老百姓都喜欢他 都保护他 寻赏半天也弄不到他 最后1899年 林少猫提出十条要求 日本政府迫于情势 答应了 结果林少猫 管了凤山后壁林这一代 管得非常好 连日本人都说他 建制生业而少轻爆 管得太好了 比我日本人管得好 这怎么得了 那你越来越做大 老百姓喜欢你不喜欢我 那还得了 所以1902年日军就说发生虐急 开始向林少猫下手 后面的事情 大概就跟蔡正元 正元兄他所讲的一样 最可怜的事情是 林少猫一而再 再而三被自己台湾人所出卖 到现在我们历史上 历史课本也没有还给他公道 那为什么知道林少猫的是 居于少数呢 因为台湾整个这个氛围 就是说鼓励 或者说是这种 对于殖民主义 对殖民主义的这种氛围 是强化的 所以是在歌颂殖民主义 比如说八田雨衣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每一个人都知道 八田雨衣 可知道林少猫的反而居于少数 这是什么道理 1945年 你去看看几个知识分子 敢抛头颅洒热血 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有些大家族的人 还跟日本卑躬屈膝 跪下来 为的是什么 要贪图贵族院的议员 从这个林少猫这个事情 我归纳成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泛夫走足 比知识分子爱国 泛夫走足 比知识分子敢爱敢恨 而且敢牺牲奉献 牺牲自己的性命 在所不惜 台湾的知识分子 从1895年 一直到1945年 你去看看几个知识分子 敢抛头颅洒热血 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有些大家族的人 还跟日本卑躬屈膝 跪下来 为的是什么 要贪图贵族院的议员 为了贵族院的议员 就甘于出卖自己的灵魂 出卖中华民族的灵魂 这就是知识分子 所以我觉得 我们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 在讲那个什么黄国昌 什么王毅凯 两相对照 林少猫 就林少猫他的父亲 还是个杀猪的 他自己本身卖米 卖鱼卖肉 出身是低的 可是他的爱国的字节是高尚的 不像有些知识分子 他的心胸狭窄 而且他自己本身既不爱国 也不爱乡 这像什么话 林少猫当时死的时候 身中五弹 腰部被子弹贯穿 身旁有义军状的四十一人 妇女二种 儿童十人 都 不像是一样的